第三十三章 融合 罗锋一飞冲天 穿过一层层云雾层 直至冲破第十八层云雾 来到血落世界外的虚空中 小纳可 罗锋低头看着下方茫茫云雾 我能做的都已经做了 至于你以后能达到什么地步 就要看你自己了 真正的强者 终究是要靠自己去经历磨练的 我现在也在经历磨练 只是比你更早一步而已 刷 罗锋直接飞进旁边 出现在虚空中的机械族飞船 同时下令 前进前往古神废墟 机械族飞船 伪装成一块小型陨石 迅速地在虚空中前进着 至于那家父子的命运 罗锋只能祝福 他还有自己的路要走 废物 一群废物 一身黑袍的私庸 就仿佛一头绝世凶兽 站在宫殿之上 对着下面的一群 跪伏着正站立的手下人咆哮 整整三天了 三天了 这就是你们给我的答复 竟然连一点有用的都没有 燕港城的一群高层们 此刻好似弱小的兔子 个个颤抖不已 怪我们吗 那图片都是穿着战甲 面罩 而且还是最常见的那种款式 查探消息 有不少陌生高手消息 可真正查看一个个都是假的 那些手下们也是心底发苦 在世界主面前又不敢回嘴 笑话 你们知道吗 这是一个大笑话 私用脸色阴沉的要滴水似的 怒声道 我们周边的其他几方世界的混蛋 都在看我的笑话 而你们也真的一点用都没有 一群属下贵妇在那 瑟瑟发抖 不敢抬头 没用 你们就是没用 去 私用鹤岛 给我在整个燕港城张铁悬赏 就说凶手 领域及巅峰实力 穿黑甲 用战刀 盾牌 同时你们也将那战刀 盾牌的图画 全部给我贴出去 只要是能够提供有点用的 奖百万宝钱 如果能提供凶手在哪 若是真的 奖励一亿宝钱 直接赐予燕港城内 豪舍府邸一座 奴仆八千 互为八千 私用沉着脸说道 是 一群人彼此相识 震惊于这个悬赏的力度 随即都贵妇应声 还不快滚 私用咆哮道 一群人吓得人人溜走 大殿内只赐下私用 已经他带来的四名属下 师父 这种事情交给我们就成了 让师父你操心 一名看似憨厚敦式的中年壮汉连说道 私用瞥了他一眼 冷声道 单单周边几个世界主看笑话 还不至于我这么愤怒 你可知道 不朽神殿已经在问我 两个使者死在我的地盘 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群老家伙 私用脸色铁青 冷哼一声 哼 死两个使者这种小事 不可能让高高在上的不朽神灵 亲自出面 所以那些老家伙们 就仗着不朽神灵们的权威 在那边向我叫嚣 真是让人一肚子火 真想一拳将这群老家伙 轰成炸 四名属下彼此相识 都恍然原来是不朽神殿给了压力了 烟港城内 让开 让开 一群呼啸而来的 骑着荒兽的士兵们 将路上大量的人们给赶到一边去 这边 贴 这一群士兵中 为首地指着街道旁的一大片光秃秃墙壁下令 顿时其他士兵们一个个跳下荒兽 迅速地将上面发放下来的纸张图画 全部开始贴到墙上去 很快 那清晰无比的图画 让人震惊地悬赏 就令街道上的人们惊呆了 此处 属于要道 往来人流极多 消息只要有点用 就奖励百万 宝钱 百万宝钱 那都多少 我还没亲眼看过宝钱呢 一宝钱 那是一千个大钱 是十亿个小钱 我一天才赚十个小钱 得赚到什么时候 看 一亿宝钱 喉舌府邸一座 奴仆八千 护卫八千 疯了 疯了 奴仆八千 护卫八千 能安排这么多奴仆 护卫的府邸 在我们燕港城 都算是最顶尖的了 也就将军府 淳于家族 府邸等少数几个府邸 比这还大吧 悬赏凶手 领域及巅峰 这人我好像见过 跟我们飞云阁的一位客人 挺像的 你就做梦吧 你们飞云阁数十万客人 像得多的是 疯掉了 超巨额的悬赏 恐怕就算云霄级 宇宙级 强者也忍不住心动 更别提普通大众了 高高在上的世界主 随意弄得一点悬赏 便令整个燕港城 在一天内陷入 前所未有的沸腾当中 查探进度立即上升 虚空中 当燕港城开始大肆张贴悬赏时 乘坐机械族飞船 正在朝古神废墟前进的罗峰 却拿出了血罗精 修炼适中 罗峰躺在那 盯着手中这颗美丽的三角柱形 血红色晶体 出发前往古神废墟 有1.2万亿公里 以机械族飞船的速度 也得飞行超过两个月 不管是什么飞船 飞行速度越是接近光速 就越加艰难 就好像考试 满分100分 考试越是接近100分就越难 一样 越是接近光速 就越难加速 只要阻力稍微大点 就无法达到光速了 说是虚空 可太空秘境中的虚空 那些尘埃 碎片就不说了 单单已经实质化的宇宙本源能量 形成的雾气 在惊人速度下 雾气也是一种阻力 如果能宇宙穿梭 只是一个加速穿越 减速回源宇宙就能抵达了 可惜无法宇宙穿梭 那就融合血落精吧 罗锋略微调整一下 随即右手手指直接划过左手手掌 就仿佛被刀刃划过 伤口出现鲜红的鲜血往外流 罗锋直接将血落精盖在伤口上 那股无形之力立即冲入罗锋体内 同时勾动了原本就潜伏在罗锋身体 每一个细胞中的那股神奇之力 罗锋胸膛上浮现出那简单的密纹线条 轰 煞 煞 就仿佛无尽洪水冲击而来 那充满杀意疯狂的意志 强悍无匹 轰击向罗锋的意志 然而单单论意志之坚韧 很多戒主也远远不及罗锋 就算那些高高在上的不朽们 不懂得心灵修炼的 在意志上不一定比罗锋强 意志 跟修为没关系 心冰冷如镜 看清这些好像很凶猛可怕 实则混乱无比的意志 心灵结如刀劈开一切阻挡 这股凶悍的意志 似乎赶得上上次的两倍 罗锋疑惑 同样的血裸精蕴含的意志 应该是一样 怎么融合第二颗 遭受到的意志冲击 是第一次的两倍 难道是第一次的那股狂乱意志 还潜伏在体内 没等罗锋想明白 一股让罗锋灵魂都震战的剧痛 痒弥漫全身 手掌上的血裸精 正流出一丝丝血色之力 迅速灌入罗锋体内 而这种灌入引起了罗锋身体的剧烈变化 噼里啪啦 罗锋整个人竟然开始膨胀起来 筋骨肌肉不断变粗 在极短时间内发生这种突变 那种疼痛可想而知 身体的各种匪夷所思的变化正在进行 好难受 怎么比第一次难受那么多 罗锋双眸冰冷 可是面部肌肉不受控制的在抽搐 牙齿也不受控制的在长出锋利的疗牙 这次的疼痛已经从身体弥漫到灵魂 而罗锋的意志意识却强大得很 硬是承受这一切不受影响 至少依旧很清醒 噗 罗锋胸口忽然裂开 鲜血肥溅 啪 正在变异的腿骨忽然断裂 哗 哗 顿时 大量的血色之力从罗锋体内迅速倒流 不断地倒流回首心中的那一颗血落精 仅仅片刻 血落精从已经接近透明 又变回刚开始的美丽血红色 停止了 怎么回事 罗锋发现自己身体恢复成人类模样 唯一的变化是胸口伤口 腿骨断裂 心意移动 顿时体内世界的精纯能量涌入 迅速将身体修复 很快 那些伤口 断骨 完全恢复正常 完好无损 罗锋坐在沙发上 一手端着裹酒 一手掂量着血落精 没变化 这血落精 没丝毫变化 罗锋眉头微微皱着 而且我也感觉了 我的身体也没有丝毫进步 驱动体内那股神奇之力 对宇宙本源法则的感悟依旧只是那样 这次的融合完全失败 是的 完全失败 怎么会 我的意识意志 闯幻境海都能闯到第十座岛屿才失败 我的身体 地球人身体 但也很正常 罗锋想到这 眼睛一亮 脑海中浮现了当初书籍中看到的一段画好内容是 血落精稀少珍贵 融合非常难 融合一颗就很难了 融合两颗时 身体要求提升十倍 融合三颗血落精 对身体要求提高千倍 越往后 那要求更加苛刻 回忆起这句话 罗锋恍然 对身体 我这地球人本尊的身体算是正常 融合一颗成功 融合两颗却失败了 不过 对身体的要求提高十倍 对身体哪方面的要求 罗锋皱眉 身体强度 韧性 细胞活性 还有 据说杀戮有助于融合血落精 可是杀戮又能提供身体哪一方面呢 对身体的要求 vaccinations 但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